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能否顺利转场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和蜜蜂一起追花 听起来像是一场浪漫的旅行 在现实当中 那些以彩蜜为生的养蜂人 由南向北追赶花期 鲜花盛开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下一站 养蜂人管这叫转场 那么在转场中 会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不久前我们的记者 就跟随一位养蜂人 经历了一次跨越海峡的蜜蜂专场 在海南省海口市 永兴镇一条马路旁的蜂场里 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装车的人泉 他的老家在安徽省林泉县阳桥镇 养着蜜蜂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老人带着爱人两个儿子 四口人全年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来到海南已经近五个月了 今天是人泉在海口市采蜜的最后一天 他马上要离开海口 返回安徽省复阳市 这次转场 任泉他们要从海南省海口市出发 跨过穷州海峡 在广东省徐文县登陆 途经广东 江西 湖北 河南 最后到达安徽省林泉县 全程约两千多公里 这么远距离的转场 任泉自己又没有车 这次转场最大的开销就是租车了 为了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 国务院规定 所有收费公路 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 免收通行费 而人泉所运输的密封 就属于鲜活农产品 可免收车辆通行费 然而 一万两千两百元钱的运输费用 也不是小数目 人群为什么不自己购买一辆车呢 费用也太大 海南的高速路里不收费 没有收费站 咱们大陆车坐船进入海南 那天开始选骑 三天的时间是免费的 三天以后每天 就是按车型收费嘛 你想我们要买个养风专用车 到海南了 一吨吨半年 五六个月 费用太大了 吃过午饭 下午继续装车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大雨 下雨 下暴雨 也要装啊 现在天色还好一点 冬天就麻烦了 冬天下雨冷啊 人冻的射不了啊 雨停后 人群和二儿子 警察立下风箱 我这场雨下得好啊 风子都收工了 都回来了 可以提前装车了 马上都发车到那边装车了 今天有可能都在七点钟之间发车嘛 就提前一小时嘛 把这下上去 等一下 等一下 一个风箱大概五十斤左右 人群有近四百个风箱 一个个人挑到车上 记者尝试了一次 哇 好重 压得我直不起来腰啊 重心不稳 哇 好重啊这个 风箱装运 是转场前的最后一个程序 也是耗时最久的 从早上八点多钟 七点多就开始 其他人开始收拾东西 开始装 一直装到现在十点多 经过了近十三个小时的忙碌 货车终于开动了 接下来他们要赶往转场的第一站 秀英港码头 在那里 人群要带着他的秘蜂 乘坐轮船 度过穷州海峡 返回内陆 半个小时左右 货车到达海口的秀英港码头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运风车渡海要求遮盖帆布 养风三十多年的人群 这是第一次遇到 人群告诉记者 如果一旦遮盖帆布 海南这么热的天气 密封一定会被人闷死 在这里人群得到的是同样的说法 货车一定要遮盖帆布 才能通过上船 先不论蜜蜂是不是会被闷死 问题是眼下车上根本就没有帆布 此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 发现商店都已经关门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人群越来越焦急 他希望能找到一位负责人 帮助他尽快渡海 我过了十多年海也没有这个现象 昨天我弟弟还过海 也没有说这个现象 为什么今天就要前几天 前几天呢 昨天还过海呢 此时距离到达码头的时间 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人群东奔西走 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 凌晨两点钟 人群决定 无论如何要买到帆布 今晚一定有过海 等待了近十分钟后 这位摩迪师傅终于叫开了五金商店的门 这要完蛋了 这多少米啊 三十米啊 这一杯多少钱 那滚了五百块钱 不黑了 实际上不叫不黑 有一个风头 是五百块钱 今天夹着 全部都夹着 我们也不会到这都挣钱 三十块钱给我 行 原本一捆两百元左右的遮阳网 人群花了五百元 摩迪师傅也临时涨价 让人群心里更加难受 确实无可奈何 货车的遮阳网盖好了 人群和刘师傅一起办理上船手续 半个小时后 货车终于可以上船了 上了船 人群可以安心地休息两个小时 明天又会发生什么呢 早晨五点半 轮船到达广东省徐文县 货车下船后 继续出发 由于蜜蜂 在白天时间会出来采蜜 上午十点左右 需要停车放风 货车从茂名市 马踏收费站 下高速公路 穿了百分之一的 马踏就得上 百分之五一的 就是说可以给你们免 整车不免 这里通行费是多少 就要交多少钱 超了两公半 货车超重 原本要免的高速费用 也不能免除 过了收费站 货车在附近选择了一处空地停车 放风 此时距离上次吃饭 已经过去了近二十个小时 任全到附近不远处一家小饭店 点了几个菜 简单的一顿饭后 任全一家四口 又回到了货车上休息 要到晚上蜜蜂回潮之后 才能继续启程 然而到了傍晚 任全发现蜜蜂出问题了 没想到 在这里的放风 出现了蜜蜂中毒的现象 到了夜晚 任全他们再一次启程 一晚上的行驶 到第三天早上 已经进入到了江西境内 货车在赣州市恒市镇下了高速公路 选择了一个村口停车放风 这位村民为他们准备了开水 由于今天附近没有急事 他们只能吃泡面了 第四天中午12点左右 货车终于到达了 此次转场的终点 安徽省林泉县阳桥镇 达转四个昭夜 从两千多公里外的海南 回到安徽老家 由于货车超重 加上没有免掉的高速公路费 人全这次转场 一共花了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二元 远比想象的多 不过对于木蜂人来说 只要花期不断 就永远有下一个收获的季节 接下来人全的追花之旅 还将继续 养蜂人和蜜蜂说走就走 一路追着鲜花的脚步 看起来很惬意 但养蜂人恐怕无心看风光 他们看到更多的是心酸 蜜蜂要面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压力 养蜂人要承担各种 无法控制的成本 蜜蜂能够测试我们生态环境的变化 养蜂人对一些涉农服侍政策 是不是到位 有着直接的感受 古老脆弱的蜂产业 成了观察中国农业的一个窗口 我们希望从这个窗口 看到更加轻松愉快的劳动过程 更加完善的三农服侍政策 和更高的农民收入 下写预告 杨柳絮如期而至 好似大雪纷飞 您对这脑人的杨柳絮了解多少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在杨柳絮飘飞的季节 很多地方的人 都对这漫天飞雪式的杨柳絮 不胜烦恼 那么有什么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这脑人的杨柳絮 您有了解多少呢 我们的记者做了一份 属于杨柳絮的快问快答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春尽续花流不得 随风好去落谁家 杨柳絮在文人默客们的眼中 总是充满着诗情画意 但是这些飞雪 最近却给很多人 带来了不小的烦恼 你夫妻都害怕啊 它吸到这个鼻孔里面去 你要不戴眼镜的话 是吧 它刮到眼睛里边什么的 特别脏感觉 因为它从地上飘起来 然后感觉会带 特别多的细菌啊什么的 杨柳科的植物呢 是雌雄易珠的 这个柳絮呢 主要就是雌株产生的 因为柳株的磁竹 形成的这个花絮上面 才会着生形成果实 里面呢 会附属大量的种子 形成飞絮 杨柳飞絮 其实是一种植物传播的自然现象 北京的飞絮时间 从4月上旬持续到5月上旬 干燥 高温 光照充足 湿度小 以及一定的风速 都是造成飞絮增加的原因 杨柳株的种植相当广泛 我国 东北 西北 华北地区都栽植了大量的杨柳树 目前北京种植的一些杨柳树 主要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栽植的 仅磁株的数量就在100万株以上 杨柳树呢 应该说呢 它是一个特别优良的树种 那么尤其是在调节城市的生态环境方面 一个是表现在释放氧气 固定二氧化碳 另外一个呢 就是降温增湿 不仅如此 因为成年的杨柳树通常高大威猛 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有毒有害气体 吸收土壤当中的重金属物质 还可以阻挡沙尘或其他空气中的颗粒物 所以杨柳树的生态功能也是不能忽视 必不可少的 目前北京采取高压喷水 像树干注射飞絮抑制剂等措施 尽量减少杨柳树的飞絮量 飞絮抑制剂需要提前一年注射 今年注射的药剂是用来抑制明年的飞絮量 北京今年预计注射8到10万株养柳树 注射过的磁树可以控制90%以上的飞絮 对于新建的绿地 北京市已经明文规定 禁止采用一产生柳树的磁树养柳树进行绿化 柳树的话 我们可以给那些飞絮的磁树进行高位加接 加接成熊树 这样它就不会飞絮了 还有呢 像阳树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城市的绿化情况 结合城市绿地改造 将这些阳树树种进行更新更换 或者换成熊树 或者更换成紫磁树 适合城市绿化的树种 杨柳树本身是无毒无害的 但是如果大量的续肌 就会携带一些灰尘和病菌 对敏感人群产生影响 进入4月以来 北京市海淀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病人 比以往增加了30% 鼻色 流眼泪 打喷嚏 皮肤红肿 都是杨柳树过敏的反应 不要直接暴露在那个过敏源的环境中 出门戴口罩啦 眼镜啦 帽子 长袖的衣库 做一下防护 同时 杨柳树属于易燃物质 对消防和交通安全也有一定的隐患 在柳树高峰期 北京市丰台区消防支队 每天都要接到因为柳树 引发火灾的报警 你把它点燃以后 它看着是表面上有一层 但是它很多时候 你是看不见它的火焰的 很容易就是说 你在处理它的过程中 也没有把它处理灭 很容易就把别的东西引燃了 杨柳树在聚集的过程中 含有大量的空气 因此点燃后 具有传播速度快 热量高 破坏性强的特点 在这里 消防人员也做出提醒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 未燃剂 就是说还没有熄灭的烟头 丢到这个阳絮 柳絮虎 柳絮的这个堆里面 自己的生活环境中 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尽量就是说 要及时地把它清理掉 不要为火灾留下火灾营 眼下气温正在回升 正是番茄做果的时间 河北省来水县安阳村的高增幅 今年种了20多亩大棚番茄 可老高看着正在发育的番茄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高说 从一个多月前 它的番茄秧苗叶片开始发焦发黄 植株也不再生长 放眼望去大棚里一片青黄 原来是秧苗出了问题 如果现在问题没有解决 番茄就会大大减产 如果眼下番茄治不好 下茬种植也没有钱了 时间耽误不得 心急如焚的老高 找了许多经验丰富的朋友和专家 寻找原因和解决办法 得到的答案却多种多样 其实发愁的可不止老高一个 村里还有一些番茄种植户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村民们很头疼 那么这些番茄 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老高特地找到了我们栏目求助 为此我们专门联系了专家 来为农民解解难 请当地农业局协同核卫省职报所专家 对老高的番茄进行了实地问诊 第一个结果是因为低温造成的 蜘蛛的营养不良 也就是根系不发的 也就是影响了蜘蛛的生长 第二个也就是咱们西红柿的品种 属于不耐低温的 原来番茄是因为遭遇了 今年的稻水寒 外加黄化区液病毒的综合影响 对此专家建议 使用复合型生根剂 促进根系生长 使用枯草牙包杆菌等 提高番茄抗定能力进行补救 就此专家提醒 种植经济作物之前 最好综合实际情况 选中最适合的品种 在管理过程中也要多一份细心 发现问题提早进行补救 让损失降到最低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江苏华西村抢抓机遇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谋划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随着一辆辆来自云南山东 满载着近百吨蔬菜的拖刮大车 缓缓驶入重庆双幅国际农贸城 这座由华西村投资打造的农贸城 已经一片繁忙 作为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年交易额达300到500亿元 除了在国内办企业 华西村在马来西亚 日本 莫桑比克等国 也设立了企业 我们今后要把控两个市场 一个就是国内市场 另一个就是国外市场 两个市场互补的关系 结合你这个企业接待 结合你的村庆 真正地走出去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请回到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后端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局浏览 或者登陆聚焦三农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